字幕组 好 举例来讲 就算一个 被嫉妒心充满的 一个老婆 每天不断的找先生麻烦 请问她内在 有没有一个善良的意图 有 对 比如说我有一个个案 每次跟先生出去 永远吵架 因为她永远发现 先生在看其他的女生 各位 她其实背后是什么 是嫉妒 嫉妒的背后是什么 爱 没有安全感 是希望渴望得到爱 各位了解吗 她渴望让先生明白 你不要看别人好不好 只看着我就可以了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 那是一个想得到爱 跟被肯定的一个意图 可是表现出来的可能是什么 愤怒 愤怒 忌妒 恨 恨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要看到 人类这个 打从内心最善良的种族 是如何因着我们在轮回转世的过程当中 而很容易的扭曲 而很容易的扭曲 大家要明白 背后 背后善良的意图 很抱歉 是需要修行的 是需要修行的 是需要很坚定的意念跟智慧 OK 来我们照顾一下 好 来下面那句话 请画三条线 心灵 如果想要有任何的平安 各位平安 那么你必得相信 人类与生俱来 存在着善的意图 好我这样讲好了 假设 好 不管你是个男性还是女性 你曾经被 人诈欺过欺骗过 或是你曾经 投入一段感情 而深深的被欺骗 从此你再也不相信 人性是善的 请问最后 你会快乐吗 各位听懂我的意思 如果你曾经 被男性背叛过 从此觉得 这世界没有真正的爱情 如果你在职场当中 曾经被同事陷害过 从背后投你一刀 你再也不相信人性 来大家跟我念一遍 我再也不相信人性 我再也不相信人性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 我再也不相信爱情 我再也不相信陌生人 我再也不相信陌生人 各位 意思就是说 你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平安 这样了解吗 你相不相信刚我什么屁事 各位痛苦的是谁 自己 仿佛你变聪明了 得到教训了 可是 你的心灵 已经蒙蔽了 明白吗 已经蒙蔽了 所以赛斯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的心灵 想要任何的平安 那么你一定要相信 人类与生俱来的 善良的意图 明白吗